美国与中国要放下贸易紧张的战火握手言和了吗 中国大陆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昨日19号在接受中共三大官媒访问时 提到了中美贸易摩擦对市场也造成了影响 但是他表示心理影响要更大于实际的影响 并且透露目前中国与美国正在进行接触 但刘鹤并未说明中美在哪一个层面上有所接触 而根据南华早报10月19号的报道 引述了知情人士的消息 确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 即将于11月在阿根廷的G20峰会见面 见面的日期初步定在11月29号 这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表示 将会议时间定在11月29号 对两位领导人来说都比较方便 因为到了11月底 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已经解决了各自在国内的议题 而且美国的其中选举将会在11月6号举行 中国则是预计在未来几周内举办数项的活动 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根据消息指出 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所举行的G20峰会 将会是川普和习近平在2018年度最后参加的一场多边活动 不久之前 白宫才取消了川普原定在11月17号到18号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所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 或许G20峰会中双方的会谈能够成为中美贸易战停火的契机 新闻时事报记者李倩瑜总理报道